你 你 你 你怎么了 杨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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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杨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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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我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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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没事 他们两个一起去登山 迷路了 我太太崴了脚 小璇说去找路 一找 人就没回来 只在几十米的山间下面 找到了她的遗物 事情之后 我太太就一遍又一遍地说 如果当时死的是她就好了 如果小璇还活着 她肯定能够更好地继承我岳父一致 因为她是最出色的 自那以后 二她会穿着小璇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小璇的样子 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面致辞 她的 等她醒了 我问她 她全然不知 你还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萧先生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